迈入了第三年的摇滚市集 亲子摇滚派对 14号的晚间 是在花莲市自由广场热闹的举办 除了提供热爱音乐的年轻朋友 一个展演的舞台 也结合了在地青年特色的摊商 更设计了摇滚手作DIY趣味活动 让小朋友也能够参与 让喜爱热门音乐的家庭 不论大小朋友 都有愉快的休闲时光 由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 促进会主办的摇滚市集 提供花莲在地热爱音乐的年轻朋友 一个展演舞台 同时结合了花莲在地青年特色摊商 以轻松休闲方式 让民众及外地游客 可以有一个健康休闲的活动去处 而今年再增加了亲子摇滚派对元素 让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我们是摇滚市集 那一直都是在做青年的乐团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那这次因为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很多的乐手跟歌手都当了爸爸妈妈 然后就发现好像大家都会觉得有的孩子 没有办法带着孩子参加一些有兴趣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一次想要设立一个亲子摇滚派对 希望爸爸妈妈喜欢听音乐或是喜欢玩音乐的 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样子 就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可以安心在这个场地玩 然后让爸爸妈妈可以安心听音乐 所以我们就有去设计了一些亲子活动 像是积木的这个创作 然后创作出来不是一般的积木 是吉他或是乐器 这样子比较特别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有木吉他的彩绘 那小朋友可以自己去创作 然后可以在这个两三个小时 他可以安心的在这边玩 然后爸爸妈妈也很放松的在这边听音乐 市长吴嘉贤亲子到场欣赏摇滚派对热门音乐 同时他也表示 施工所会持续协助各项适合亲子一起参加的健康娱乐休闲活动 那今天的活动也非常谢谢我们一些青年朋友 一起来办这样的活动 那今天也是青年摇滚四集 以后跟孩子们亲子的部分都有链接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花莲有更多这样一些活动 可以让亲子之间可以出来玩 也可以让年轻人来发挥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会持续跟一些青年朋友 继续合作有更多有趣新奇的活动 让他在花莲市来开花结果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之后 花莲市有相关的活动也可以尽情来参加 保证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满意 美食摊位 手作四集 摇滚音乐体验 还有趣味游戏 大人小孩在宽阔的广场空间席地而坐 一边野餐 一边欣赏舞台上的热门音乐 全家人都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欢乐时光 这里会幻市报导